好,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刚才写的这个代码,到底能不能检测出来人脸呢? 或者说咱们训练的这个Cafe Model到底怎么样呢? 这里咱们先找了一张测试图像,就是这个人,然后咱们的目的就是说他这个人不是有一张人脸吗? 我需要把他人脸给他框出来,这就算完成了咱们这个人脸检测的一个目的了 首先咱们进度咱们的终端,然后执行一下咱们刚才的这个脚本 在这个脚本当中我已经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已经是把一些参数都配置好了 比方说这个Cafe,还有下面有点卡 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Cafe Model以及DeepPro文件的一个路径都已经配置好了 在这里我是用了咱们一次5万次迭代的一个Cafe Model 然后给它转换成了一种全卷机的格式 这里还有一个DeepPro的一个TIT,咱们来看一下这个DeepPro吧 刚才还没有说是吧 这个DeepPro其实它跟咱们的训练文件有哪些区别 无非就是说它去掉了这个数据层,这里边就没有数据层了 而是说用一个四维的数组来是说一下咱们当前测试的输入一个Cafe是多大的 那么其实这个13,500,500,这两个500其实它并不重要 为什么,因为咱们在代码当中要实际的去修改一下输入大小吧 大家没忘记代码吧,咱们写了一个数据的预处理函数 在那个预处理函数里边咱们做了很多的变换 其中就包括了指定咱们一个输入大小的 那么后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咱们网络结构长什么样子 它就是写成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最后呢,咱们一次咱们在测试的时候 就不需要计算这个Loss和Accuracy了吧 所以说咱们最后也是把这两层去掉了 最终直接到一个全连接层 然后最后接上这样一个Soft Math分类器就可以了 好,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跑一下 看一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运行一下咱们的这个代码 运行代码的时候 它首先会帮咱们把Cafe加载进来 然后呢,对Cafe它会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大家没忘吧 咱们之前写过一个out 写了一个行代码 就是一个out等于一个前向传播 然后呢,咱们要把前向传播的结果都拿出来 就是那些矩阵嘛 矩阵当中每一个值就代表着 它这个区域属于人点的一个概率值吧 好,那么现在这也是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的人点准确的框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一个 这个人点检测项目 咱们最终的目的了 好,那么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下 咱们做这件人点检测的时候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都有哪些核心的东西 OK,它就是这个代码吧 首先来说咱们是一个多尺度的人点检测吧 多尺度的 那么第一步咱们要干什么 第一步是不是说咱们要把这个model进行转化 model 转换成全卷积 这是咱们第一步 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就没有办法接很多不一样的输入吧 但是咱们要做这个多尺度 每一次输入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先要把这个coffee model 转换成一个全卷积的格式 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我给它分开写吧 比方说这是第一步 model转换成一个全卷积的 然后咱们的第二步当中 第二步是不是说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建议了多个scale 多个scale 这个scale 需要大家自己指定一下 比方说 你想指定这个图像金字塔 究竟有多少个呢 咱们都可以指定出来这个scale的 这个word用的不是很习惯 总共来回串 多个scale 然后下面就是 看来转转转 然后下面就是说 咱们要进行一次前向传播吧 前向传播得到特征图 这个特征图啊 其实就是说咱们一个 特征图上一个点 相当于原始的一个区域嘛 然后相当于这个原始区域上的一个 是人脸的概率值嘛 就是一个概率值矩阵 这里呢包含着每一个cell 就是这个27x27的cell 在咱们这个scale过后的一个图像上 它是否是人脸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咱们要做一个 给它反变换回来吧 反变换 因为咱们做了scale变换 所以说咱们还会给它映射到原图上 映射到原图上的一个 映射到原图上的坐标值 咱们需要把它找出来 那么最后呢 咱们是不是做了一个NMS 非极大值一致 非极大值一致 哎呀打不出来 连打不出来 非极大值咱们也一致一下 就是这个NMS嘛 嗯在这里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做NMS 咱们可以得到很多个框 但是看起来就非常乱了 所以说呢咱们做这个NMS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吧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人脸检测代码一些核心的部分 可以说咱们这个代码其实还是蛮基础的吧 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第一步先把它复现出来啊也是需要啊做一些功课的 大家从刚才咱们测试的一个效果来看可以说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model啊是可以检测出来人脸的 但是有没有一个什么缺陷啊大家来看 对于一个任务来说啊咱们一方面要关注它是能不能检测到人脸 另一方面 咱们是不是也得关注一下它运行的一个效率怎么样 就是一个时间的代价咱们要做一次检测 最好来说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帮咱们完成这个事儿 哎呀那咱们来想一想一个时间是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咱们不光要考虑这个准确率 咱们也需要考虑一个时间的效率 这个时间效率啊就是说咱们一秒能检测几张图像呢 从咱们当前的这个模型来看 虽然我是用这个用虚拟机加CPU来跑的 那么其实可以这么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张同样的代码同样的模型 我在一个GPU服务器上是TITX一个比较不错的显卡了 在那台服务器上大概是一点几秒才能检测出来一张图像 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个速度是不是稍微有些慢呢 咱们能不能给它稍微改进一些呢 这点先把问题提出来啊咱们的一个问题 问题速度太慢了吧 速度太慢了那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做了多个Skyl 每个Skyl咱们想一想都要进行一次前向传播吧 每个Skyl都要 都要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那么最终结果肯定会非常慢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下改进 也就是说下面咱们要来读一篇论文 从这篇论文当中呢 咱们找一找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论文啊 大家我就不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看吧 就是咱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它的一个核心啊就是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咱们之前啊 在做这个人眼检测 是不是说咱们一个模型从头到尾去做就完事了 那么现在呢咱们改进之后啊 它就有一些变化了咱们来看 首先来说啊一张图像书间来了 经过一个模型 它是没办法得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的 咱们需要通过多个模型 来去共同衡量最终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还是给大家画一下 我画起来觉得比较形象一些 首先啊咱们要构造这样一个模型 就是说它是一种集点的模式 集点的模式呢就是说咱们不光有一个模型 比方说有模型1有模型2还有模型3 这些模型啊它们是串联起来的 比方说这个是M1 这个是M2 代表Model1和Model2 还有这个Model3 然后呢一张图像进来啊 比方说这是一张图像吧 咱们的测试数据 它进来之后呢要先通过Model1 再通过Model2 再通过Model3 最终啊得出来它是不是具有 它最终啊它这个人点检测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首先啊咱们来说咱们之前的那个网络 它速度为什么那么慢啊 很大程度上原因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输入是227 乘上227的大小吧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咱们的一个网络结构太深了吧 和LexNet它是一个八层的网络 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那么咱们要改进啊要使得这个速度加快 咱们一方面就是说要使得这个输入数据啊变小一些 另一方面呢咱们还要把这个网络模型啊给它削减的浅一些 让它变小一些 规模啊不是那么大 怎么办呢 这个论文当中啊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它可以说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数据进来了 我不需要让它先是有很多像素点可以提供到 比方说第一个模型它的一个输入就是一个12乘以12大小的 12乘以12大小是非常非常小吧 但是呢一方面这个数据非常小 另一方面它可利用的信息也不多吧 那么一个12乘12的可以说它是飞速度是非常快的 可以在怎么说呢 十几毫秒时间吧就是一千分之几秒 大概千分之十几秒啊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次前向传播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在咱们M2呢 M2它定义成一个24乘以24的 M3呢定义成一个48乘以48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首先啊 让咱们的模型先通过这个M1 然后去大致的筛选一下哪些区域是人点 然后呢把这些潜在的区域啊 再通过M2最后再通过M3 最终咱们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最终结果吧 也就是说呢这样一个Cascade极点的结构啊 要比咱们一个非常大的网络模型 比如说是一个227乘以227的输入 速度啊要快的多 那么为什么呢快这么多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输入是比较小的 别看它是一个12乘12 大概是227乘227的一个二十分之一吧 但是速度上要比它快出了几百倍 甚至上千倍的速度 这个是啊咱们模型的第一个思想 就是说咱们可以用一种极点的网络 咱们一次用一个一开始用一个小网络 进行一个粗粒度的提取 我们看粗粒度提取完之后啊 可能发现很多人点框 然后呢咱们咱们先不说矫正啊 然后经过了24的网络 经过24网络之后啊 咱们可以得到一个更精确的 到最后48的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了 今天这下时间看了 关注 打赏 打赏